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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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猪山大哥吓坏了 像一串丸子似的圆白菜小蛇浮在天上 舌头一身一身的 猪山大哥问 那 那要是狸猫吃了你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圆白菜小弟说 就是这个样子 要是鲸鱼吃了圆白菜呢 崩卡 猪山大哥吓坏了 吓得摔了个四脚朝天 圆白菜鲸鱼浮在天上 沾满了整个天空 圆白菜的气味从鼻孔里钻了进来 猪山大哥想 要是吃了这么一颗大圆白菜 肚子一定饱饱的 这时 圆白菜小弟有点可怜起猪山大哥来了 猪山大哥什么也不说了 圆白菜小弟说 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饭店 我请你吃饭吧 猪山大哥的口水 拖得长长的 随着风飘了起来 好了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